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会闹得极其难堪 甚至会被人当成一个笑话 之前就有人出于信任 将租户的豪车借给好兄弟 可没想到出事后 汽车被直接撞到报废 对方不但不赔偿 反而还蛮不讲理 要车主承担他的损失 前段时间 家住河南的张先生 买了一辆最高配的奔驰E300 开了还没多久 突然有一天 朋友说借车回老家一趟 既然朋友都开了口 虽然也有些舍不得 但不借 又显得小气 毕竟是推心致富的朋友 二话没说 就借给了他 可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 浩面子的朋友竟然瞒着他 又偷偷把车借给了自己的朋友炫耀 这一借不要紧 当天下午就出事了 据张先生说 2月15号的凌晨三点整左右 自己的爱车被朋友的朋友以230码的速度开出去撞报废了 张先生对于自己的爱车相当重视 毕竟那是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 又是吃巨子买的 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 车就像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稍微有点磕蹭都心疼得要命 更不要说是直接报废了 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撞报废之后 朋友的处理态度更是让他火冒三丈 张先生告诉记者 借他车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大酒店的老板 而且平时吃饭聚会也是非常扩床 所以当对方借车时 自己根本没有犹豫就借给他 而事发后 这位朋友更是当着大家伙的面仗义直言 自己就是砸锅卖铁 也会把钱补上 听到这里 张先生和在场的朋友都感动不已 张先生也觉得自己果然没交错这个朋友 就这样 一连几天 张先生都没有再追问这件事 直到半个多月过去了 就连肇事者都已经出院了 张先生还是没有等来这位朋友的赔偿 随后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记者跟随张先生来到了他的好大哥 也就是金大哥那边问问情况 刚一见面 对方显得十分强势 之后看见有摄像头 便开始装傻充乐 自己喝起了大茶 直到记者提出车子的赔偿问题时 对方突然满脸的不耐烦 表示这事情与自己无关 不要再来烦他 金大哥表示 这车虽然是自己借的 但却不是自己开出去撞报废的 所以一切问题都与他无关 随后 当记者问他 为什么私自把车转借给他人时 这个好兄弟竟然和记者打起了太急 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收益朋友去开车 而是朋友趁他不备偷偷开走的 所以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方 随后 这位金大哥告诉记者 因为张先生申请了财产保全 自己的账户被冻结 所以他现在根本没法开展任何工作 已经歇业好几天了 甚至还委屈地让记者也帮他为为全 这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毕竟张先生痛失几十万的爱车 要受最大的受害者明明是张先生才对 为什么金大哥却表现得如此无辜 而金大哥随后表示 在借了车之后 他的朋友去张先生车上取东西 可是取了东西后却把车钥匙渗走了 金大哥多次联系朋友都没能得到答复 便先回家休息了 之后便发生了车辆报废的惨案 但回想当初 张先生仅仅是念及朋友情义 才把车子借给金大哥 可金大哥却没有保管好车子 擅自借给自己的朋友 出了事情后又急着甩锅 这下张先生可看清了两人的虚假兄弟情 张先生对于金大哥的解释完全不予接受 他认为自己的车被损毁了 金大哥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赔偿自己 何必卖散博通勤呢 听到这里的张先生 已经隐隐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 张先生说 当初事情刚发生时 好兄弟可不是这么说的 原来后面子的金大哥 当时曾当着众多有头有脸的朋友 承诺自己会赔偿张先生的损失 并且还扬言 30万50万都是小钱 自己几顿饭的事就解决了 而如今 他态度180度大转变 而接下来说出的话 更是让张先生无语至极 随后 记者又问起 先前对张先生说 砸锅卖铁也要赔的事情 对于记者的质问 金大哥表示 自己当初答应赔偿张先生 是想要安慰他的情绪 防止他做出过激行为 记者又问道 原先明明承诺要赔偿 之后却出尔反尔 对于赔偿的事情闭口不提 难道这样做 就不是在欺骗张先生吗 可金大哥答复道 他没有骗张先生 主要是因为驾驶该车出事的人 还在ICU病房 所以想着 先把事情别搞得太大 而听到这 张先生彻底被激怒了 张先生指着好兄弟 再次愤怒地强调道 一个月前在医院 你还说自己是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 更是一位身价 三百多万的大老板 现在却识口否认 真是可笑至极 不过没关系 幸亏张先生当时 留了个心眼 落了阴 就算金大哥现在反悔 也有证据 一听张先生手里 还有录音 好兄弟更加嚣张了 甚至扬言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有本事自己去法院告啊 听到好兄弟 啥起了无奈 无奈之下 记者只能拨通了 金大哥的另一位好兄弟 也就是赵氏司机的电话 刚一接到电话 对方就一副 无所谓的态度 并表示 自己就算砸锅卖铁 也赔不起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听到这 张先生一脸无奈 刚买的新车 就碰到两个无奈 他现在已经心力交瘁 不想再私下解决 金大哥的说辞 很明显 就是在推脱责任 逃避问题 损坏别人的东西 给予赔偿 这是天经地义 况且两人都是朋友异常 也没必要 闹到法院上 让彼此都难堪 但是到如今 对朋友彻底失望的张先生 已经决定立案 通过法律途径 追回自己的损失 而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审判后 张先生终于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 根据法院判决 张先生的好兄弟金大哥 属于对涉案车辆保管不善 致使车辆被第三人开走 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车辆损毁 应当对原告承担 30万2220元的赔偿 然而张先生告诉记者 当自己拿着判决书 找到好兄弟时 对方还是不认账 坚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责任 拒绝赔偿 随后 为了解决此事 记者只能再次来到金大哥的电竞酒店 刚来到酒店 这里大门紧闭 随后在一番敲门后 这里的合伙人突然浑身酒气地现身 对着记者就是一顿大声呵斥 果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看着和我人的态度 不难猜出 为什么这位金大哥如此无赖 直到最后 金大哥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在张先生看来 好兄弟就是故意拖延赔偿的时间 如今面对判决结果 在这么清晰的事实之下 金大哥还是不愿意对张先生进行赔偿 这根本就是一种老赖行为 张先生表示 既然对方不讲情面 接下来 他也将不会再顾念情义 会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 申请强制执行 有人说 爱车就是小情人 光呵护备质还不够 必须小心看管才可以 借车这事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只要不出问题 怎么着都行 但一旦出了问题 那可就难说了 处理或不处理 朋友基本上都没得做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生活中有人跟你借车 你会不会借呢 再者说 如果你是张先生 你又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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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